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 我们将带您探索古诗词中的异象世界 你是否曾经在月光下感受到诗人的孤独 或者在花开的瞬间 体会到那些深情的思念 古诗词不仅是字句的堆砌 更是情感的载体与思想的映射 无论是自然的风景 还是人文的关怀 每一个异象都蕴藏着丰富的故事与哲理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我们将说说这些异象背后的深意 看看它们如何通过简单的字词 传递出千年情感 让我们一同深入古代诗人的心灵 发现那些令人心动的美丽与智慧吧 一 异象的定义与功能 异象在古诗词中指的是 通过特定的事物或景象来传递情感或思想 这些异象往往来源于自然界 人物 动物 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元素 它们不仅是诗歌中具体的描绘 更是承载了诗人情感和思考的重要载体 以下是异象在古诗词中的主要功能 传达情感 诗人通过异象直接表达个人的情感体验 在古诗词中 自然界的元素往往被用来反映诗人的内心世界 例如 李白的月不仅是自然的景象 更象征住诗人内心的孤独与思想之情 在静夜诗中 诗人看到明亮的月光 想起了远方的故乡 情感因此被月光的映照所唤起 这种情感的传达不仅是直接的语言表达 更是通过异象的联想 使读者能够感同身受 此外 异象还可以通过细腻的描写 来传达更为复杂的情感 例如 白居易在富德古元草送别中 借离离元上草 一岁一枯荣的描写 既表达了对自然生长的感慨 也隐含了人生的无常与离别的忧伤 通过草的异象 诗人传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生变迁的深刻思考 营造氛围 异象的另一重要功能是营造特定的氛围 增强诗歌的表现力 使读者更易于沉浸在诗歌所营造的情境中 杜甫的春望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这首诗中 诗人描绘了春天的美丽景象 但与战乱带来的忧虑形成鲜明对比 春天的生机勃勃和战乱后的萧条感交织在一起 营造出一种悲壮而深沉的氛围 通过国破山河在 成春草木深的异象 诗人传达了对祖国沦陷的无奈与忧伤 同时又反映了春天的希望与生命力 这样的对比不仅增强了诗歌的情感深度 也使得读者能够在异象的交织中 体会到历史的沉重与生命的延续 这种气氛的营造 通过异象的对比与互动 使得古诗词不仅仅是情感的表达 更是思想的深刻探讨 象征与隐喻 许多异象在古诗词中具有象征意义 通过对比或隐喻来深化主题 比如 梅常常象征着坚韧与高洁 表现诗人不屈的精神 在古代文学中 梅花常被视为不畏严寒 勇敢坚韧的象征 唐代诗人王安石在梅花中 借梅花的傲然开放 表达了自己追求理想和坚守信念的决心 此外 异象的象征意义也常常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例如 在中国文化中 逐象征著节操与刚职 常出现在表达志向和品格的诗句中 通过这些象征性的异象 诗人能够在简短的篇幅中传达深远的思想 使得作品不仅具有表面意义 更富有内涵 意象作为古诗词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通过传达情感 营造氛围及象征隐喻的功能 为诗歌增添了丰富的层次与深度 使读者在品味文字之美的同时 也能够感受到诗人深厚的情感与智慧 2. 常见意象分析 在古诗词中 一些意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常常出现在不同的诗篇中 这些意象不仅承载了诗人的情感 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内涵 以下对几种常见意象进行分析 自然意象 月亮 月亮是古诗词中极为重要的意象 常常与思念 孤独和抒情紧密相连 李白的静夜思中 诗人看到床前的明月 联想到故乡 情感瞬间被唤起 月亮的清晖映照出诗人的孤寂 令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思乡情绪 这种意象不仅描绘了月亮的美丽 更深层地传达了 有子在外的孤独与对故乡的渴望 在传统文化中 月亮也象征着圆满和团聚 使得这种情感更加深刻 花 花卉意象在古诗词中极为常见 各种花卉代表着不同的情感和人格特征 梅花常常象征高洁和坚韧 如王维的红豆生南国 借红豆的生长表达思念的情感 温婉而深情 桃花则常常与爱情 春天相联系 寓意著美好与希望 兰花则象征着清雅和高洁 是对人格的一种赞美 在诗中 花卉的意象不仅美化了自然景观 也增强了情感的表现力 使得读者在视觉享受的同时 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情感波动 动物意象 鸟 鸟类意象在古诗词中 常常代表着春天 希望与离别 燕子作为春天的使者 象征住生命的复苏和希望 许多诗人通过燕子的归来 表达了对春天的期盼和生命的热爱 而红燕则代表着思念和离别 白居易在富得古原草送别中 通过红燕的行踪 生动地表达了送别的情感 红燕的迁徙象征住离仇别续 使得诗歌中的情感更加鲜明而动人 鱼 鱼在古诗词中常常象征住安宁与快乐 陶渊明的田园诗中 鱼在清水中自由游异 表现出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鱼的意象带有一种生动的活力 体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生活 这样的意象不仅反映了诗人内心的宁静 也传达了对田园的热爱与向往 使得读者能够感受到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人文意象 酒 酒在古诗词中常常与豪情 友情相联系 李白的《枪尽酒》 杯莫婷就是一种对人生洒脱态度的表达 酒的意象不仅是物质的享受 更是情感的寄托 通过酒 诗人与友人共饮 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与对友谊的真实 在许多诗中 酒也成为诗人与自然对话 宣泄情感的媒介 营造出一种豪放的生活气息 庭院 庭院意象常用于抒发对家乡 故土的思念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王维的山居秋名中 诗人描绘了宁静的庭院 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体现出一种甜淡与悠然的生活态度 庭院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 也代表了诗人内心的安宁和归属感 通过庭院的描写 诗人传达了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与对自然的热爱 使读者能够在诗中感受到一种归属与宁静 这些常见的意象在古诗词中 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还深化了诗歌所传达的情感与思想 通过对自然意象 动物意象和人文意象的分析 可以更好地理解古诗词的丰富内涵 及其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 三 意象的文化背景 古诗词中的意象 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反映了不同思想流派对自然 人生和人际关系的理解与追求 以下将详细探讨道教思想和儒家思想 如何影响古诗词中的意象表现 道教思想 道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宣导顺应自然 追求内心的宁静 诗人常常以自然景象为意象 表达对道的追求 展现出一种淡泊明智的生活态度 例如 王维在《空山新雨后》中 描绘了雨后的空山景象 云雾缭绕 山水清新 展现了自然的宁静与和谐美 此诗 诗人的心境与自然融为一体 体现了道教思想中道法自然的哲理 这一意象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观的描绘 更反映了诗人内心的追求与感悟 王维的诗作常常融合了自然与人文 展现了他对无为而至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淡然态度 在道教的视野中 诗人通过自然意象表达了一种超然的境界 强调内心的宁静和与世无争的生活理念 再如 李白的许多诗作中 山水意象不仅仅是外在环境的描绘 也承载了他对自由 超脱的向往 诗人通过描绘山川的壮丽 表达了自己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在这些诗中 自然不仅是客观存在的景物 更是诗人内心世界的映射 体现出道教对个体内心的重视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强调人伦关系 社会和谐与家庭伦理 常常通过具体的人物关系和社会生活来表达情感和价值观 许多古诗词中的意象反映了对亲情 有情的珍视 体现了儒家提倡的人爱精神 孟娇的游子音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首诗通过母亲与子女之间的深厚情感 展现了儒家思想中对家庭伦理的重视 在这首诗中 诗人通过细腻的描写 表现了母亲对游子无私的关爱和深切的思念 母亲为子女操劳的形象 深刻体现了儒家对孝道的强调和对家庭关系的重视 这种意象不仅仅是对母爱的赞美 更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崇尚与传承 儒家思想中的和维诗歌的另一个重要意象 许多诗作通过描绘家庭团圆 朋友聚会等场景 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比如 白居易的问君和能耳 描写了朋友间的深厚情谊 表达了对人生真谛的理解与追求 这种与人际关系为核心的意象 传递出儒家思想中对社会和谐与人际关系的重视 此外 儒家思想中的理也常常体现在古诗词的意象中 许多诗人在描绘节庆 婚礼等场合时 通过对礼仪的细致描写 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例如 杜甫在春旺中提到的春天的景象 既有自然的美丽 也象征著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的礼仪与希望 这与儒家提倡的对自然规律 与社会伦理的尊重相呼应 由此可见 古诗词中的意象 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 通过道教的自然和谐与儒家的社会伦理 使人们表达了对人生 自然和人际关系的深刻理解 这些意象不仅使古诗词具备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也让读者能够在欣赏诗歌的同时 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智慧与魅力 四 意象的表现手法 古诗词中的意象表现手法多样 通过不同的技巧 使人能够生动地传达情感与思想 使得作品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以下将探讨几种主要的表现手法 比喻与拟人 比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 通过将一种意象与另一种事物进行比较 从而增强表达的生动性 在古诗词中 诗人常常使用比喻来丰富意象的内涵 例如 李白在春风得意马蹄集中 将春风比作一种带有意志的力量 使得春风不仅仅是自然现象 更承载着诗人的意气风发与追求 这种比喻使得意象更具活力与生动 读者在想象中能够感受到春风的生机与希望 拟人画则是另一种表现手法 通过赋予自然界的事物 以人的特征和情感 使意象更加生动和具象 比如 杜甫的诗中常常描写风和雨 通过赋予他们情感 使得自然现象与人的情感体验相结合 从而增强诗歌的情感张力 在春夜洗雨中 诗人把春雨比作细无声的温柔细雨 这不仅描绘了雨的轻柔 也反映了诗人对春天的期待 与感激对比与反衬 对比与反衬的手法在古诗词中 常被用来突出主题和情感 通过将不同的意象进行对比 诗人能够更清晰地表达内心的感受和思考 例如 杜甫在春夜洗雨中 通过春雨与夜色的对比 传达出一种宁静而又充满生机的氛围 春雨的滋润与夜的幽暗形成鲜明对比 使得诗人在宁静中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希望 再如 李白的月下读卓中 月亮与孤独的对比 展现了诗人内心的冲突与复杂情感 月亮的明亮与周围环境的寂寥形成鲜明对比 进一步凸显了诗人的孤独与对美好时光的追忆 这种对比的手法使得意象更具层次感 增强了情感的表达力度 叠字与重复 叠字与重复的手法在古诗词中也十分常见 通过对某一意象的反复强调 增强了情感的表现力度 王之焕的灯灌雀楼中 诗句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中的更上一层楼通过重复 不仅强调了诗人追求更高目标的渴望 也带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这样的重复使得意象不仅在字面上得以强化 更在情感上引发了读者的共鸣 此外 叠字的使用力可以增强音韵的美感 使得诗歌更加悦耳动听 例如 李清照的《如梦令》中 反复出现的字词通过叠字的形式 营造出一种轻柔而婉转的氛围 使得情感更加细腻动人 这种叠字与重复的手法 不仅增强了意象的表现力 也丰富了诗歌的音韵美感 通过比喻与拟人 对比与反衬 叠字与重复等多样的表现手法 古诗词中的意象得以生动地展现 情感得以深刻地表达 这些手法不仅提升了诗歌的艺术性 也使得读者在欣赏之余 能够更加深刻地领悟诗人内心的情感世界 与思想境界 总之 古诗词中的意象不仅仅是修辞手法 更是文化 情感和思想的承载体 通过对意象的细致分析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诗人所要传达的情感和思想 体会古代文人的心境与智慧 这些意象既是历史的见证 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与传承